高高山上的 遗書的 懷悠的 手把狼乾的 汪狼來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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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我娘是怎麼啦 他死活也不让我留下来啊 为什么 他非说宫事要紧 再要紧也不差这一两天呢 是啊 反正我觉得我娘吧 她有点奇怪 柳书记 书长 凤儿家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 没出啥事 柳干事 把车开院里 今天不走了 老程 书长 柳子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看把他给急的 嫂子 混账 这是多大的事你也敢瞒着 你他娘子为啥不早说 书长 这是 你他娘子少跟我说工作没做好 这些扯淡花 书长 这事怪不得柳书记 是 是缝儿的意思 是缝儿的意思 还是你们这些长官一致啊 你们把我安排到了探窑沟 又不愿意改变计划 所以就先把这件事先安装 对不对 书长 真的是缝儿的意思 他也是一片好心 他怕书长赌心 他想让书长高高兴兴地来 高高兴兴地走 你 是这样的 书长 汉子 你都听到了 也看到了 大家都惦记你呢 牛儿想见你 郑老师想见你 曹哥儿更想见你 就连 柳书记和王振长 都叫你 华子涵同志了 喊你同志 就是说 他们都承认你是党的人了 这下 你能闭上眼睛了吧 白茶 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走了吗 娘 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您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呀 也不是娘要 有意瞒着你们 你看 将军大老眼来一次不容易 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高兴 汉子他 不想让大家扫兴 他 他不想让大家堵心窝 真的 没事 知道了就知道了 我没事吧 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首长 您的血压有点高 不能再激动了 我没有激动 没有 行了 行了 老程 小苏 您跟我来一下 首长 您注意吃药 对不起 我们又给首长添堵了 刘子你别这么说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不应该冲你放过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缝儿就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这么个脾气 无论啥事 他都是先替别人着想 哪怕是天塌下来 他都愿意一个人顶着 以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还有那个花子涵 你也知道我们俩以前不对付 我牛魔王这个外号 就是他起的 以前他名声臭 顶着风几十里都能闻见味 但是 当初我知道 凤儿嫁给她的时候 我肚子里这个火啊 我都能把山点着了 当初老子要不是红军 要不是红军的连长 要不是共产党员 我他娘子 能把他脑袋拧下来 当叶狐使 我想把凤夺走 可是凤不跟我走 他跟我说 说花子涵变好了 不是从前的花子涵 我能信吗 那狗要改得了吃屎 还是狗啊 狼要改得了吃人的 还是狼啊 所有人都不信 就放一个人信 要不是后来 他们舍了自己的孩子 救了红军的侯代 直到现在 我都不相信花子涵能变了 是啊 当时我们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可是现在才知道 咱们所有的人都错了 柳子 你说凤儿的这个眼睛是咋长的呀 他的心是啥做的 他是血肉之躯 还是一座山呢 首长说得对 凤儿他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首长放心 凤儿和花子涵都为革命做过贡献 县卫县政府一定会认认真真的 为花子涵同志办理丧事的 这件事还是听凤儿的吧 他说咋办就咋办 是 对了 对了 花子涵真的是十足跌下山药的 我们听一个杨公说 他亲眼看见是花子涵 在追赶花儿的时候掉下去的 我也核对过 凤儿一口咬定 这事啊跟花儿没关系 是花子涵自己十足的 他为啥要追赶花儿呢 具体出了什么事 我们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你想也应该能想清楚 啥也别说了 都是因为我惹出这么多祸来 首长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 我不这么想怎么想 花儿要不教我一成天我能死啊 你她娘子就为了让我高兴 就强迫花回家 你是个领导 你是县委书记 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 汇给缝儿 还有花子涵造成多大的压力 这 对不起啊 我又发脾气了 来 进来 草根 刘书记 所长 您身体怎么样 没事了吧 你回来干什么 哦 我娘让我回来请柳书记去一趟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跟她商量 好像是关于我爹的 好 我现在就去 等等 首长 我跟你们一起去 哎呦您这身体子死不了 走 这首长 走 来 娘 这是 他们都是党的人 哎 你把天台山老林子这些灵牌 都藏在这儿了 当时我和汉子要之前 没有人照顾他们 所以 这个青砖坟 也是你们气的 是 我想他们都是英雄 应该有个像药的家 所以我就自己做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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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书记 汉子他从小就没了爹娘 他连他家祖坟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想 我想他能不能 葬在这个坟丘子旁边 我不是说他葬在这儿 他就是党的人了 我不是说他葬在这儿就是英雄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 汉子他的名声一直都不好 他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大理他 我更知道他根本就不配葬在这个林子里 可是柳书记 你不是已经都喊他同志了吗 是同志 就是党的人是吧 花子涵是同志 是党的人 你是葬的 当初我们修这个墓子的时候 他就和我说过 他说他死了以后 能不能有机会和英雄们葬在一块 当时我就把他骂了 我说他癞蛤蟆想当天鹅 可是后来他把我反驳了 他说他闺女叶子就是为 为革命牺牲的 就是英雄 他就是英雄的爹 英雄的爹虽然不是英雄 但肯定 肯定也不是混蛋了 凤儿啊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现在就安排人啊挖着木坑 太好了 安排啥呀 这不都是人吗 书长 老哥 找你把铁锹来 是 书长 我来 我来 那天夜里 凤儿怡对我说 汉子叔能和那么多打的人 那么多英雄们葬在同一个林子里 是他的福分 天大的福分 汉子叔一辈子招人骂 招人不待见 死了以后却风光了 这是他第一次风风光光的做人 也是最后一次 六哥 这一百块钱你拿着 书长 这是做什么 我可能等不到花子涵出病的日子了 你找个人 替我给他半桌贡品 要最排除了 您是书长 还有 书长咋了 不是人 不食人间烟火 老程 你这是不是在搞风险迷信啊 扯淡 花子涵是功臣 我们不能冷淡功臣 我看还是以你的名义送一幅花圈比较好 也是份纪念 好吧 柳子 柳子 这两千块钱 你帮我交给缝儿 这是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把你的这份心意也收起来吧 别人不了解缝儿 我了解 她不会要这个钱 你说什么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回来了 还去上坟呢 她还有脸去上坟呢 娘 她真的是郑家大小姐 真的是我的姑姑吗 是 是 那怎么连她也说 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我的亲生爹娘 是成牛跟放 大小姐 她早就没把自己当成正家的人 她明明知道是牛魔王 杀害了你的爷爷和奶奶 还要嫁给她 这种没心没肺的人说的话 还能相信吗 我爹到底怎么死的 你是知道的 她是被成牛给害死的 可是他们都说 你是相信他们的话 还是相信娘的话 你是相信那个贱女人 还是应该相信你自己的亲爹 是 郑老师 你来了 校长 等会儿啊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妈 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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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歇着 有草根在就行了 范儿 我来 是想跟你商量件事 说吧 我打算替草根跟学院请个假 让他在家多陪陪你 然后带你进城 进城 我不认识县城还要他带啊 不是县城 是北京 北京 汉子哥不在了 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去北京吧 我们一起生活 也好有个照影 这也是牛的意思 我 我不去 郑老师 我哪儿也不去 娘 要我说呀 您就跟我们一块回去吧 凤凰有凤凰的树 麻雀有麻雀的窝 虽然都是鸟 鸟和鸟不一样 话不能这么说 你辛苦了一辈子 也为革命做过很大的贡献 我们怎么能让 郑老师 啥也别说了 我哪儿也不去 我走不开 芳儿去吧 你要是住不惯 随时都可以回来 是吧草根 是啊 娘这样吧 您到北京先住一阵子 要是不适应咱再说嘛 我真的不去 我在这太阳沟住习惯了 突然让我离开 肯定不会习惯的 我哪儿也不去 谢谢你 郑老师 快 坐 快 坐 不用了 有话你就直说吧 陈华 我实话告诉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总为一个老师 都有其党和组织 对你的期望和信任 该做的我不都是都做了吗 你们也看到了 是啊 我们是看到了 陈华 我觉得你说话 怎么一点都不负责任呢 啊 你是真心的吗 连手掌都看出来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告诉你陈华 你让我们失望 这都是小事 肯定让手掌伤心 我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做的 手掌怎么想 那是他的事 你 你 好 那我问你 花子甘同志 怎么摔下山羊的 你问什么要跑 花子甘同志过什么要追你啊 是那个女人说的 是哪个女人说的 这重要吗 关键你要侵入你自己什么行为 你当年开枪打首长 差点要他的命 你知道吗 首长怎么对你的 啊 他对你是弃枉不咎啊 他对你是弃枉不咎啊 可是你是怎么做的 啊 陈华 我都怀疑你这个心 是不是首长呢 对不起 对 你这话去跟福尔说 去跟首长说 王警长 这就是你父子 那件事情不是很好悔 可是我也不能因此 就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了呀 你的父亲不是郑天峰 是程将军 你这事儿 你还要我们说多少回呀 从我记事时候起 我就是郑天峰的女儿 我是在我爹的怀抱里长大的 我爹他 白天陪我玩 晚上哄我睡觉 我高兴的时候他也高兴 我伤心的时候 他也陪我伤心 十八年来 十八年来 他关心我 照顾我 尽着一个父亲所应尽的责任 可是后来呢 后来他们指着另外一个陌生人跟我说 他才是我爹 小莎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想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想的 做将军的女儿 前途是一片光明 但是做郑天峰的女儿 就会背着一辈子的包袱 可是让我再选择的话 我还会选择做郑天峰的女儿 因为我不会为了眼前的一点光明 而放弃了十八年的父女之情 这么说 你是打算一意孤行 固执到底啊 好 既然这样 我们也只好选择 请你离开了 开除我吗 谈不上开除 你本来就不是正式的教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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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师 要不你们把花带走吧 花 我在想 也许花离开镇家寨 就会好很多 其实花也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没情没意 你想 她一个教书的 能把书教好 对孩子好 见了人有礼貌 也客气 就是 郑天峰给她心里寄了一个 谁都解不开的截 是啊 娘 她也不会跟我们走啊 不会的 情分是处出来的 心是暖出来的 你 你看 花子涵 当年是啥人 郑老师你也知道 她不也都浪子回头了吗 花也行 芳儿 我相信她 真的 你信她 她信你吗 你当初替她顶罪 都要替她去死 她不是还把你当仇人吗 她把我当啥 我不介意 只要喊牛儿一声爹 有爹就得有娘 就等我死了 芳儿 郑老师 霍儿如果 有一条 明亮宽敞的路走 我就是死了也闭上眼了 我想跟你谈谈 我想跟你谈谈 姑姑也不是外人 有话就说 请你出来一下吧 花儿 你干什么呀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不妨事 不妨事 我去 姐 姐 你有话好好跟娘说啊 花儿 你让我怎么做 我都照你说的做了 我喊她爹了 我也对她笑了 我看到了 你听到了 花子汗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 不是我害的 我没说过是你害的 那你干什么害我呀 我为什么要害你呀 你自己心里清楚 婉儿 你怎么说话呢 姑姑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我想单独 单独什么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场子 她的丈夫尸骨未寒 灵灸现在还停在家里 你这个时候过来闹事 我不是闹事 我是讲理 还说不是闹事 郑老师 没关系 我活儿她还是个孩子 什么孩子 都快三十了 还孩子呢 就算你不认爹娘 你总得讲点人情 懂点做人应该做的道理 姑姑 不要叫姑姑 郑老师 郑天峰都给你灌输了多少仇恨 让你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人性 什么是人性 我踏踏实实做我的老师 我招谁惹谁了 学校就把我给开除了 连宿舍都不让我住 开除 为啥呀 为啥 因为你 你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你还打算跟我安多少罪名 你怎么不干脆说我是杀人凶手 或者干脆把我给杀了 好给你的男人殉葬 你说什么呢 郑老师不要 走 给我走 郑老师 会儿 你说清楚 到底为啥呀 怎么回事啊 你们出而反而 自尸其言 你们回来我的医生 你 凤儿 凤儿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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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哥 草哥 娘 快 快 胆大狂妄 简直是胆大狂妄啊 通知被他索口抓人 他已经在太多座了 是郑首长把他送过去的 女儿还有你 你想处理他啥时候不行啊 干嘛非得选今天啊 首长还在镇上呢 你让我怎么向他交代 我没说让他马上就离开呀 我只是和他打了个招呼 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嘛 思想准备思想准备 等首长走了不行啊 这次的乱子已经够多的了 你还想给我添多少乱子 他实在是太顽固了 事可忍 熟不可忍啊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暂时不能让首长知道 免让他休息不好 又影响了身体 知道了 你先帮我 订 要收记录去 分上他伤是怎么样 严重吧 没有什么危险 他人呢 他回家了 回家了 是啊 院长 你怎么能让他回去呢 这个头部创伤可不是小问题啊 再说 派出所要进行判情鉴定 有了判情鉴定 才能对华做出处置 你办的什么事啊 王院长 柳叔姐 是凤儿自己要求回家的 他说花子涵还在家呢 不能没有人陪伴 我也劝他再观察一个晚上 可是凤儿的脾气 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不是不知道 宝儿 你还是上床躺一会儿吧 躺啥躺啊 又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病 对不起张老师 本来你们回来是高高兴兴的大事 都让我给搅和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把别人的责任 往自己身上按 就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那天要是不骂花 她就不会跑 她要是不跑 汉子她就 你说什么 汉子是因为追赶花才十足的吗 不是 不是的 郑老师 汉子的事和花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为她辩护 从前的缝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说它是石头 石棵不会弯腰的槐花束 汉子也是这么说我的 她说我 已经不是从前的缝了 我变了 张老师 我还是要求你 你们一定要给花儿 一条宽敞明亮的路走 现在只有你们能帮她了 我们是应该帮她 可是帮她 帮她不是无原则的退让 不是无休止的迁就 范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范儿 首长 刘书记 来看你们 好好 不是 刘书记 这边来 首长 花儿在哪儿 花在排除所 带我去 好 范儿啊 你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最好的医治和照顾 镇上的医院不行就去县里 县里的医院不行就去省里 不用 我没那么严重 钱不是问题 有县里负责 不管怎么说 你也为党做个贡献 是公臣吧 啊 刘书记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花儿啊 哦 嗯 派出所正在进行调查 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能不能不处理啊 那怎么能行啊 他现在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呢 不是 刘书记 真的 不是花儿伤得我 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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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再替她说话了 真的 刘书记 是真的 是我自己摔的 再说了 花儿她可是首长的女儿 你们可千万不 她怎么样了 不要紧吧 好 署长 你是咋知道的 是 曹哥这孩子 怎么那么撑不住气呢 你别怨她 她身上粘了一堆血 悄悄跑回去换衣服 让我给撞去了 我能不问问是咋回事吗 我没事啊 我不是好好的吗 是我自己 你不小心摔倒她 行了 你就别替她打掩护了 曹哥把什么事都跟我说 孩子小 不懂事 三十岁了还小 那倒多大才算大 七老八十 那在父母眼里 孩子永远是孩子 有 我 首长 你再跟 镇上的领导说一说 再给她一次机会 这个话我说不出口 那你是将军 你说话谁敢不听呢 法 法管得了将军 将军管不了法 那你就看着她一条道走到黑啊 行了 你先管好自己身体再说吧 她是你女儿 亲生女儿 那你当年把叶子送给白狗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呢 好 首长好 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我不想活了 就干什么呀 你们是怎么搞的 由着她的性子来吗 在镇上住着首长 住着县里的领导呢 啥意想 王队长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她犯她又不是死罪 总不能把她组给堵上吧 所长同志 我想进去看看她 首长你先等等 我先把她靠起来 别把首长她给伤我 不用 比这大的阵势我见得多了 带路吧 杀了我 求求你杀了我 我不想活 杀了我 求求你 求求你杀了我 求求你杀了我 求求你 你们杀了我吧 我想活了 求求你们杀了我 杀了我吧 是你出去吧 求求我 求求你 她是我侄女 杀了我吧 我想活了 我们娘俩唠唠家常 杀了我 是 怎么不喊了 我十五岁在汉口读书的时候 参加了革命 我爹 也就是你说的你爷爷正为心 派人把我抓回来 关在房间里不让我出去 我记得当时我也是这么喊的 你们杀了我吧 我不想活了 我在郑家完完整整地生活了十五年 时间虽然没有你长 但是我对郑家的感情 一点都不比你少 郑天峰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同样比你清楚 花儿 你是在郑天峰的谎言里成长的 你的是非观念已经被他扭曲了 扭曲到你没有自己的思想 没有自己的思维 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着 你是为郑天峰活着 你还没有结婚吧 有没有相爱的人 没有 郑天峰只教会了你如何去恨一个人 他教过你如何爱一个人吗 啊 我爱我爹 我爱郑家 可我绝对不会爱上一个杀父仇人 是在说我吗 是在说我吗 知道的还真不少 孩子年纪小 扶一把就上了正路 推一把就下了身高 年纪小 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我三十岁的时候 倒已经是红军的团长了 那个时候红军苦 没吃没喝 有时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今天啃一口树皮 明天就有可能不知道还有没有啃树皮的机会 但是我们都没有退缩 因为啥 为的就是一口气 一个信念 你也一样啊 当年三十岁的时候 你是躲在天台山老林子里吧 那是人呆的地儿吗 你为啥躲啊 还不是因为要保护草根吗 对啊 那郑老师把孩子交给我 不就是信我吗 我能让别人伤害草根啊 说得对啊 这就是一口气 这就是一个信念 为啥叫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就是人到了三十岁 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 都已经定性了 也很难改变了 咱们现在有一口气 花儿现在也有一口气 她现在在骨子里 就已经任郑天锋当爹 把咱俩当成仇人了 李是这个李 话可不能这么说 花儿她从骨子里 把郑天锋当爹没错 那咱们呢 咱们俩不也从骨子里 把她当亲闺女吗 亲生的就是亲生的 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呢 牛 首长 我求求你了 你帮忙她 千错万错都是 是 你你咋又说这种没有金粮的话呢 当年郑天锋把她偷走 那就是预谋好的 打个比方说 郑天锋是兵工厂 现在花儿就是她造出来的枪炮子弹 就是用来杀人的 老话说了 鸡窝里养不出凤凰来 就是这么个离 谁 谁说的 谁说鸡窝里养不出凤凰来啊 那人家郑老师不就是从郑家出来的吗 人家现在就是一只金凤凰 你 你这样可能一样吗 那咋就不一样呢 郑老师不是郑维新一手太大的 郑维新是反动派 郑老师是共产党 对了 当年郑老师为了救你 还拿枪毙过他爹呢 你没干着啊 再说了 都在同一条道上走 推车子能走 挑担子子就不能走啊 算了 不说话的事 还是说说你的事 我有啥好说的 你自己 把家里的事办妥之后 就跟草哥一到 到北京入铺 郑老师和草哥都告诉我了 我不去 你不要再降了好不好 是不是要我给你跪下呀 我在这山沟里住习惯了 去了北京 我住不惯 你在这儿煮习惯了 那花子汗都已经 都已经走了 你自己在这儿孤苦伶仃的 你不难受啊 我不难受 我也不觉得孤苦伶仃 要带 你去把花儿带走吧 风啊 你觉得我能把花儿带走吗 十年前的一枪 打得我是肝肠寸寸 十年后 把你打得又是头破血流 放弃吧 别再为这件事折磨自己了 没有这棵槐花树 咱还不活了 我不会放弃的 除非我死了 强扭的瓜不甜 那苦瓜不也是瓜吗 你咋就这么酱呢 他可以不认我 但是不能不认你 不认你 沉沉岁月 变换几度梦会 一时风雨 追到怀花落泪 命运已经注定没有机会 如今不能分说对不对 纵然人间远隔青山万水 心中与你 共度念念碎碎 无论百战人生 本心难悲 有些人至今 不认你 不认我 心中与你 水里面有交信 没有交信 还有处 同去同歸 来世也要生死相随 生死相随 真情不灭 虔诚记忆 百贡百岁 喜照怀怀一束光辉 喜照怀怀一束光辉 光光